人一旦寒了心,就算再喜欢的人都会事不关己了 人一旦寒了心,就算再喜欢的人,他的一切都会事不关己 无论他的眼泪悲伤还是快乐都无动于衷了 爱能让人无比热情,倾其所有都在所不惜 可是一旦伤透了心,就算再爱的人也会选择离开 爱你的人会想着你的一切,关心你的所有 可是一旦寒了心,再爱也会急剧冷却,冷漠不已 有一个爱你的人是一种幸福,有一个关心你的人是一种幸福 不要让关心你的人伤了心,不要让在意你的人寒了心 如果不爱就离开,一个人对你好,并不是因为你有多好 而是因为他觉得你好,一个人喜欢你才会在意 在意你才把所有的时间和心事放在你身上 如果你不爱他,就真诚地说出来,真诚不是伤害 明明不爱,他却一边享受着,一边暧昧着才是伤害 如果有一个人爱你,你明明知道,却一直装洒并享受着 你以为的是不忍心,其实是自私 你不知道对于爱你的人来说,你的一句回应,他会认真记心理 你的一句肯定,他会开心不已 你的一句许诺,他会永远期待 你永远不知道你的一句漫不经心的话,对他来说有多重要 可以改变他的心情的走向 你永远不会知道,你的一句随口一提,对方会记住多久 并且为了你看到他的进步,他会为了这句话怎样努力 当你看到一个人,对你言听计从,每件事都想让你给意见 每个进步都想让你看见,每一个小举动温暖 都是他不知道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专门为你而做的 你永远也不知道他是有多喜欢你 如果你爱他,就不要给他回应,不要给他希望,更不要与他暧昧 你以为只是玩玩而已,对方却真的动了心 你以为的不忍心伤害他是为他好,其实却是在害了他 他会记住你一切的好,你越好就越难忘,越难忘就越痛苦 如果不爱就离开,不要暧昧,不要心软 不要去伤害一个对你好的人,永远都不要去伤害一个对你好的人 因为他不是对谁都这样 就算你不喜欢他,也要尊重他,就算你要离开他,也要好好地告别 如果你想跟他做朋友,就不要去做跨越朋友身份的事 彼此尊重彼此欣赏,不畏是朋友最好的状态 可是有些人,面对一个爱自己的人,会慢慢地失去尊重 既想享受男女之情的快乐,又不愿有所承担 既想要继续暧昧,又不愿对方的好拿回去 既不表明态度,又是无忌惮地撩着 永远不要让一个对你好的人寒了心 不管他有多爱你,也终有伤透心的一天 永远不要伤害一个真心爱你的人 无论你有多不爱他,你的一句伤害会成为他一辈子无法抹去的记忆 永远不要去玩弄一个动了真情的人 再真的情也经不起玩弄 永远不要一而再去挑战对你好的人的底线 无论你有多好,原谅一次两次,是因为你对他真的重要 如果再继续,再热的情也会冰冷 人之所以容易受伤害,往往是因为不被珍惜 人之所以不被珍惜,往往是因为爱上一个不值得的人 愿我们都能遇到一个值得的人,永远被珍惜